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顾虑是很自然的 那么下面我就想回答这两个问题 所以我们回过来再来看刚才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就同样这个问题 用我们刚才得到的公式 跟人家原来大学老师叫这个算出来会不会不一样 那为此我们在这先看我们刚才的公式是谁 这有一个公式 那就是2πd 然后这是谁 rxyd的sigma 好 我们现在用我们这个公式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平面域地绕x轴转 如果用我们这个公式的话 注意这个vx就应该等于谁 2π然后这儿呢就应该是d 里边rxy rxy是谁 我们刚才说 就这个区域里边一个点 xy这个点到谁啊 转轴的距离 注意我们现在这个转轴是谁啊 就是xy这个点到转轴 我们转轴是x轴 所以距离呢应该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谁 这一段就是y 就这一点的y坐标啊 所以我们rxy就是y d sigma 公式下好了 去d是谁 就这个区别t形 下面就变成了计算这个二重积分啊 那么这个二重积分呢 直角左边下画累次积分就很好画啊 画成谁 先y后x 那么大家看里边对y坐 这是y底外 最后对x x最小a 最大b 所以这儿就是a到b 然后呢 y呢定线我们知道是做平行与外轴的射线 看它从哪儿进 从哪儿出 那么大家看从这儿进 这到y等于是0 从上面出 上面是fx 注意这有个2 再有个y 2y找圆含数 y平方 上线一旦 f平方 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你不用担心 它算出来跟我们过去的不一样 这个第一个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呢 实际上大家看 这绕外轴转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v呢 等于2π 然后是dr的xy底的sigma 如果要算这个绕外轴转 这个vy就等于谁 就等于2π drxy rxy是谁 就是这儿的xy这个点到转轴 现在转轴是谁 y轴 那么它到y轴的距离实际上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谁啊 x 所以这就是x底sigma 下面呢 只要算这个上的二重积分 仍然跟刚才一样 化成直角作别下累次积分 那这就是2π 然后dx 一边是x底的y x从小a到大b y跟刚才一样 从0到谁啊 fx 你对y积分 x是当常数 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第一个过程 你先打调调 就是用我们这个公司 算出来这两个 让x轴 让y轴转 这个结果跟过去一模一样 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算出来 跟过去都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算你这个算出来跟人家一样 那用你这个 会不会没有用人家 这个式来得更方便呢 那乖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这样一点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个这个 这样一个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什么样一个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那就是这个区域是由谁 是由y等于x 这是y等于x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y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y等于x平方 这两个就围成一个区域 那么现在呢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围成这个区域 绕x轴转 绕y轴转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 就是绕x轴转 注意 我们现在呢 就是这样一个区域绕x轴转 那我们大学学的公式能直接用吗 不能用 因为下面是空的 你要用 要么就是用减法 上面的减下面 要么就得违缘法 但是用我们公式 直接用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直接写成谁 直接写成2π 然后这个是d 里边是谁 里边呢 就是xy这个点 这是xy这个点 到谁 x轴的距离 到x轴距离就是y d sigma 写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画累次积分 这就可以换成2π 然后dx 这里边就是y d的1 定线 那在这个里边的话 它的x最小是0 最大是谁 1 所以这个地方是0到1 定外的线 大家知道 是做一个平行与外轴的射线 看它从哪进 从哪出 那我们知道 进的时候都从泡屋线 进从这出 所以这是x平方进 x出 大家看后面用算很简单 这是这个区域绕x轴转 那么如果要算 这个区域绕y轴转 好 那么第二个 要算这个区域绕y轴转 那你注意 这个区域绕外轴转 过去大学学的公式 也用不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仍然用我们这个公式 正要可以用 那就是2πd 但这个时候注意 rx是谁 它应该是这个点 到外轴的距离 大家知道 这个是谁 x 所以每次只换谁啊 只换那个距离 然后完了以后 换累次积分 因为区域一样 所以这个定线是一样的 这仍然是01dx 这里边是x底的1 这是x平方到x 后面用算仍然很简单 那么大家再来看 如果我们要计算这个 v绕着谁啊 这个绕着x等于2转 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呢 要绕着这个地方的一条线 这条线是x等于2转 你像这个区绕他转 过去大学老师教的公式 就用不成了 不是绕坐标转转 那大学老师告诉我们 你得用建立维员思想方法 来建立公式 但是对我们来讲 现在我们公式 正要可以用 那就是rπ 然后d 只不过我们现在距离 就是这个里边 这个点xy到转轴的距离 那到谁啊 x等于2 那就应该是这一段 这个应该等于谁呢 我想大家都看出 这个距离应该等于谁 x减2 所以就这个地方有变化 这是x减2 然后d的sigma 再往下 那就画累次积分 跟刚才一门一样 所以这就写成rπ 然后这是dx 这是x减2 然后d的y x是从0到1 y从谁 x平方到x 你注意你回去 用大学老师教的那个方法 建立维员重新做 和这个方法对照一下 这比他要快得多 好 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 如果要算 这个去绕y等于4转 y等于4 好了 那这个时候 y等于4 是这样一条直线 就是绕上面这样一条直线 这个是y等于4来转 我们说我们公式照样可以用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成rπ 然后这是d 这个时候要换这个距离了 那应该是这个点到上面 这个y等于4的距离 xy这个点到y等于4的距离等于谁啊 是不是就上面的这个4减去1 4减去1 好 抱歉 这地方写的有个问题啊 就这个距离不应该是x减2 这应该是谁啊 2减去x 所以这个地方是2减x 就是2减去这个x 那么这应该是4减去外 4减去外就是这一段 然后底的sigma 那么这个写好以后 底下画累次积分跟刚才一样 仍然是rπ 然后这就是dx 那么这个里边呢 仍然是4减外底的y 定线0到1x平方到x 所以你注意 你看如果用我们这一个公式 你什么rx周转 r y周转 就这个公式就能解决 那rx等于2转 r y等于4转 终要可以用我们这个公式 当然绕非坐标轴的线 你也是只是绕平行与坐标轴的两种线 实际上大家会想到一个 更一般的问题是谁啊 如果绕一个斜的直线转 你这个公式还能用吗 我们说照样可以用 我们仍然用刚才这个例子 就是说刚才这个y等于x 这样一条直线 和谁 和y等于x平方 围成这个区域 以它为例 我们看一个第五个 算谁 算绕y等于x 那么大家知道 y等于x就是这样一条斜的直线 如果它绕这个斜的直线转 这个时候它的体积如何计算 你注意 就像这样一个绕斜的直线转 这个问题 如果用大学老师讲的医院的方法 你回去做一下 不但难 而且非常非常难 但是现在如果用我们的方法做 我们仍然是这个公式 它等于谁 等于2π 然后这是d rxy rxy是谁 rxy就是这个里边的点 这个点是xy到转轴的距离 那么这个转轴是y等于x 写成标准形式 就是y减x等于0 所以你这儿呢 这个rxy是谁 分母是根号a方加b方 1的平方加负1的平方 2 上面呢是绝对值 一边就是y减x 这就是这个点到斜的直线的距离啊 然后谁啊 第1sigma 但是你要算这个带有绝对值的 背景函数带有绝对值的二种级分 那首先得拿掉绝对值 拿掉绝对值 要根据绝对值里边的函数是正还是负 来拿掉啊 那么现在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区域里边 绝对值里边这个y减x 到底是正还是负啊 所以这个上面这条斜的线 y等于x 所以在这个上面 y减x是等于0的 但是这是在它下面 y变小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断定 在你这个积分区域里边 这个绝对值里边是负的 横负 那要拿掉绝对值 是不是要加一个负号 所以这就等于把根号2拿出来 那么这就变成根号2π 然后这里边呢是d 而里边呢 因为这个绝对值里边是负的 拿掉绝对值加符号 这就是x解1 d sigma 这是去掉了绝对值 再往下做 就把它画累次积分 那这就等于根号2的π 然后歇y后x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x解y 底的y 这个y 就是从0到1 x呢 这个x是从0到1 就是x的范围是0到1 y呢 仍然从下面的抛物线到上面的直线 那这个后面的用算是很简单的 所以你看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 我们刚才总结的那一个公式 它不仅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且呢 对这样的问题来讲 你看这解决了五个问题 就是一个公式 如果要用大学的那个方法 两个公式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那很多问题 你还得重新建立维员 还比较慢 所以你看 关于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如果你站到这个角度来复习 复习到这样一个程度 这样一个区域绕x轴转 简单体 绕y轴转 简单体 绕x的常数 也是简单体 绕y的常数 也是简单体 如果绕一个斜的直线呢 还是一个公式 照样是简单体 那你想想 如果复习某一个内容 复习到后来 你发现 站到这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 不管是哪种问题 都是简单体 这就复习到位了 这个时候肯定能够得高分 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么今天呢 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关于球极限 讲了两个类型 一个是零比零 一个就是一等五星大脂肪 第二就是平面域的面积 和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我们就想通过这两个热点问题 告诉大家 复习考研数学 怎么复习 复习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能够得高分 那么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复习考研数学 要在大学这个基础上 要往前跨一步 你看我们极限里边 我们在大学基础上 就往前跨了一步 我们这个旋转体的体积 平面的域的面积 也是在大学基础上 往前跨了一步 因为往前跨一步以后呢 我们上了考场 我们做题不但速度宽 准确率还高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高分 所以考研数学要想得高分 一定要在大学基础上 往前跨一步 再在另外一个高的高度 我们这样子才能得高分 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两个问题 也想告诉大家 那就是我们以后讲课 经常很多问题 可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处理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吴老师这样一个讲法 能不能带领你得高分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 主要的这个内容 后面的具体的例子 我们暂时不在这段一一去讲了 可以作为练习 大家自己练 关于前面这个基础班的 高分导学部分 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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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